学习乡内有很多的社区巷道 经过三至十年都不曾重新铺路 路面的薄油都碎裂变成石头 不但难看也相当难走 为此先议员陈淑慧接活沉浸后 陪同县长林明珍专程来到丁侃村 90的社区会看巷道路面 县长林明珍表示 目前这条巷道路面路况相当不佳 影响民众的交通安全 所需经费大约50万元 今天我们陈淑慧议员 很关心我们丁侃村高林这个巷道 这个巷道我们今天来的地区来看 这些都已经去那时 去除去到这边都不够翻转过 丹麦家的酒店都已经 酱酱了 真正处走 像我们人的走 或是乘桌外 会会时常会滑倒 或是说处面 刺下去 反正今天特别来探索 这条路改善大家也会惊议 还要开招50万元 县长林明珍也指出 只要百姓有需要 县府绝对会重视 协助解决路面问题 我相信说我们百姓村民有需要的 管政府没有钱也要供来做 所以今天我们探索后 这些行动我们会重新抛除 再来做新的 还有我们这些基民 这些村子 这些走路 乘桌外 塞车都可以更安全 我们很感谢我们的船长代表 还有实惠议员 大家共同为地方的发展 大家努力 先议员陈淑慧代表的地方 感谢县长的用心 也期盼在会派后能够尽速改善 谢谢我们林管政府 亲自下乡来会派 在当中也来带应用50万 来改善到我们丁慧川高林 这个行动的AC路面 我们管政府一向都非常爱好 到我们的北姓 只要北姓有需要 他就亲自下乡来做会派 来关心 所以一个好的管政府 是我们北姓来共同 来支持 我们来相信 支持一个好的管政府 我们的管政府一定的进步 地方的道路 需要经费管政府也来关心 社会代表地方 再次次来感谢 我们林明镇县长 建国管政府的团队 对着地方的照顾 路面若没有改善 则会影响民众的交通安全 陈淑慧议员 感谢县长对于地方的关心 也希望相关单位 能够尽速改善 保障民众的交通安全 记者邱平逸 水里采访报导